非常會選舉的阿扁前總統 他就說了 他就拿韓粉出來做比例 川粉就是剛剛提到了隱姓選民 這是調查到我 好像講川普有點 不好第一時間表態 所以就沒有講 也不參加民調 這叫做隱姓選民 他說是這樣子嗎 韓粉那時候的也都不表態 蓋牌啊 結果你看 結果跟當初的民調差20幾% 最後輸了18 9% 差不了太多 所以這民調提選民的部分 這裡我一定要補充一下 因為2016年民調不準 是政治學界跟民調界支持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彌補這個問題 所以今年事實上 大概有幾個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民調大量增加了 低學歷者的調查 那第二個就是 民調的分數比上次要多非常多 比如說昨天就公佈16份 前天公佈18份 那川普全部都是輸了 然後第三個就是 他有很多會做大民調 另外民調的技巧也改變了 以前完全是電話投票 而且是用這個坐機 現在利用網路 而且各個不同的通信管道 所以他的其實抽樣的 就可靠的程度也相對較高 美國之所以一直用Political Science 是認為他可以用科學的方式 來預測政治 但歐洲認為不行 你知道這是一個不可重複性的 再翻盤的話 我相信很多學者要範文 都覺得會有點逗我 我已經跟我的學生講 再翻盤的話 我不教美國政治 就不教美國政治了 不教美國政治 老師我們這個節目播出去的 沒問題 所以你就是拜登了 我認為是拜登 因為真的完全不可預測了 我個人還是覺得 Never say never 但是我也剛好可以 你也可以退休了 我也可以退休 你也符合了 那會賭太大了一點了 不過這一次大家觀察 十月大進行有沒有中國大陸的因素 到了最後一刻看起來 共和黨還是沒有放棄 參議院的財政委員會 調查夯德是否違反了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新聞週刊又突出一個訊息 說全美國有600個 跟中共統一戰線有關的組織 選前最後媒體操作 還要來打一波打北京了 老師你認為這還能激發 任何的聯誼嗎 在確診數又創新高的時候 我看了一個最新的民調 我之前可能有提過一個民調 是蓋洛普做的 就是認為今年選舉最重要的議題 當然就是我們常常講的COVID-19 這個經濟 包括族群關係這些等等 還有健保 那個時候外交議題就很低了 中國大陸不到1% 這一次讓你選三樣 選了三樣之後 還是這幾個議題重複在前面 外交議題全部 可以選三項 第三項算是外交吧 全部以後做出來只有5%到6% 那還要花錢在媒體上面打一波幹嘛 所以很奇怪就是你再去弄 因為他大概就是還是想說 可能有外交的介入 對 反正就是各種切香腸的方式 只要我認為說這個對我有一些幫助 只要能夠在搖擺州 撼動了一些選民就夠了 我之前在其他地方提過說 比如說如果選舉是269對269 但我們現在先不要去想這個 就是當天因為有很多州可能開不出來 那只要川普當天到了269 他就覺得說我贏了 剩下如果全部開出來269對269 那個是後來賴皮的 所以他是在打很多這種 包括你看後續現在開票出來 已經埋下了一個種子 後續如果再開票出來 對拜登有利可能都是作弊的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把這些外國的勢力 說他們就是看不順眼我川普 然後來幫在我的對手 他這個已經埋下一個很重要 他等於不光是在選前希望 能不能夠看看積齊一點 聯誼然後死馬當活馬醫 他也為未來如果混亂的狀況的時候 混亂的狀況下 他有一個藉詞的先鋪路 老師你的看法 因為當中還包括了一點 拜登的幕僚似乎已經提前預告了 如果是我選上的話呢 我就立刻聯合了我們的盟國 用集體的力量 來強化對北京對抗的手段 其實拜登當副總統的時候 對於北京的那一套邏輯思維 就是一套到現在 是比較可以預測的 你來看他跟歐巴馬時代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還是差不多跟歐巴班一樣 我相信就是說 未來北京跟華盛頓關係 之間的基本盤上 不太容易有這個改變的跡象 因為這個不在於說 你抱的意識形態是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握他翅膀 不容他人酣睡 我們要記得這個 所謂的霸權之間的交替 不光是他本身的政治體制的問題 這個從這個英國的帝國 一直交到美國的帝國 雖然是和平過渡 但是之間在英美之間也差點發生過戰爭 在這種霸權交低的階段 那我認為即使維持這個基本盤不變 有幾個事情導致要注意 我們今天要鞏固盟友 這個internal consolidation 內部的團結 如何能夠就是讓大家能夠共同承擔 burden sharing 甚至還有建立共識 Consensus Building 這些都是在拜登假如慎選 必須去面對的挑戰 更重要一件事情 他如何能夠調和目前 就是華盛頓跟北京之間 存在的一個所謂 對立統一的關係 就是他在這個軍政上面 他要去圍堵他 但是在商貿之間 拜登比較重新能夠去合作 所以這兩者對立的觀念 如何能夠統一然後並合直思 我認為這是一個 他們知識界的挑戰 但是在川普主政之下 他已經培養出一群 已經要走極端 我就要冷戰思維 圍堵跟你幹到底的這種思想 他有沒有辦法 讓這些人不要去扯他後腿 然後仍然可以做全球性的佈局 然後修補好盟友的關係 然後想辦法去 這個這樣子去對付這個北京 我認為這存在實際的挑戰 更重要的是 兩者之間的差距 就經濟 商貿 科技 金融等等 都在慢慢慢慢縮小 你這個優勢不在之下的話 你可操作的空間就相對較小 所以我認為 這個無論誰是贏家 未來面對的環境 只會更糟 不會更壞 不會更好 對外之前可能對內的部分 都很難解決 請大家各位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面的一些 影片視頻已經看到了 還沒投票耶 其實川普跟拜登的 就已經先打起來了 一個紐約中的片 而且拿起來還是有槍的 對 他們是因為有人拿舉抗議 然後就是 川普人馬就開始要先推扯 對方就拿槍了 如果真的亂的話 美國的亂法不是我們一般 熟悉當中的那種示威抗議 他們直接 尤其是很多極右派 武器相當的精良 對 這個是紐西蘭 紐西蘭發了一個警告 他對於在美國居住的 紐西蘭的公民的警告 在選完之後 可能會有 危機 內部騷動 可能會有 Silver Unwrest 還有這樣的字 事實上這個右翼的民兵 美國也有做過調查報告了 那目前列為最高危險有五個州 賓州 Wisconsin 那這兩州很不幸都是搖擺州 搖擺州 Michigan Michigan Michigan也是搖擺州 Michigan民兵是恐怖的 那還有這個Oregon 還有Georgia 這幾個州 大概除了Oregon之外 四個州都是搖擺州 所以你可以想見那個差距都很小 然後這四州都有右翼的民兵 所以坦白說 大家還是提心跳的 我們今天的來賓其實賭蠻大的 顏老師就說就是拜登了 那問一下郭宇遠 如果要你來賭選邊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 投票率65%已經8200萬人提前投票 將近要一半了 如果當天是投票所 我們之前節目當中預告的 可能川普是贏的 然後開了幾天之後翻盤了 對 那美國就會亂 你會相信這種狀況會出現嗎 因為其中譬如說像賓州 跟這個Michigan他們會開得比較慢 那確實 像開得快的是佛羅里達 所以我覺得如果川普在佛羅里達 表現得很高 他搞不好覺得他贏了 他直接宣布了 他直接宣布 那我上次也可能提過一次嘛 2018年就是 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就是這樣 共和黨參議員 當天晚上覺得他贏了2% 等到通訊投票進來以後 他輸了2% 這是通訊投票很可怕的 而且這次因為有14個州 他不只是通訊投票之外 他可以反悔 對 就是你投技術去的不算 你當天再重投也可以 而且細節還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先跟大家預告 11月3號禮拜三的節目 我們會現場做直播的 兩個小時延長時間 但那個節目結束 票絕對不能開得完 預估可能會開考幾天 我認為我們重要的觀察指標 是在這個重要的幾個可能會引起燒爛週中 國民兵喔 警戒戒備集結待命的狀況 那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因為這裡頭之中 但是呢有一個 讓人非常擔心的現象就是說 國民兵有沒有被右翼的民兵所滲透 對 因為這些民兵很多也都非常右翼 對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真正就是說 這個現役的部隊到時候能不能去這個 就加入 所以萬一發生這種醜陋的狀況 對於美國國際聲望 將是嚴重的下挫 美國的軍隊是不能夠進入 不能進入到聯邦州裡面 去做執行任務 一般會用國民兵啊 對 一般會用國民兵 但是到國民兵 有一個失控的狀況 不是實際上 正規部隊不是不能用 民兵族 民兵 選票 辯 民兵 民兵 雲 民兵 居 民兵 民兵